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那最近呢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 在國慶的時候其實有一連串的 我相信這些影片呢 都是有釋放訊息的 我們剛剛看完了空軍 接下來我們來看陸地的地面部隊 中國大陸之前有說 2027年他們要達到軍事現代化 那未來的解放軍會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首先來看 這個會不會是你知道嗎 這一條步還沒拉起來 未來地表最強是什麼呢 好我們來看到這個坦克車 目前呢 坦克車出去一組大概要三個人 但是呢中國大陸說 解放軍下一代的主戰坦克 只需要兩個人 一個人負責開車 一個人負責打仗 除了坦克之外呢 還有比東風時期更強的大國利器 會是什麼呢 帥將軍 這個第一個我們先講它的地面部隊 地面部隊它這個994 它分兩次 一個是99一個是99A 但是都不是很新的產品了 有一段時間了 這個坦克車 當初在設計上就是有很大一個矛盾的東西 我要防止敵人貫穿我 我就要裝甲後 我裝甲後呢 我的馬力要大 要不要開不動 太重 對不對 馬力要大呢 車型就要加大 車型加大了又容易被打中 好了 所以它一直在這 它這個兩個區別在哪裡 後面99A是比較輕一點 因為現在的這個反彈裝甲有很多種 能夠打穿坦克車的只有兩種設計 一個叫做錐形彰藥 高溫火箭燃燒錐 它這個炮彈一打到你呢 就產生非常高溫的一個錐形的火柱 可以把你的鋼板燒穿 十幾公分的鋼板都可以燒穿 然後噴出來很燙的鋼液呢 就把坦克車裡面的人燙死了 或者是火藥炮彈引爆 另外一種呢 是完全靠動能 動能就是一種裡面用污缸的彈頭 很尖的 或者是用平鋼 就是那個鋼啊 鋼原料 有浮世性的這種彈頭 這個彈頭呢 靠速度跟動能去打穿 所以你看它的 你有毛嘛我就有盾啊 我的裝甲就分了 有片狀的 筷狀的 符合陶瓷裝備的 還有反應炸藥的 就是說你炸我的時候 我也同時往外炸 往外炸就把你錐形火柱啊 就推開了 推開了裡面就不會受傷 所以這個東西啊 經過這幾十年 二次大戰坦克為主了 所以大家非常迷信 這個坦克在陸軍裡面的作用 它是有作用的 它 你像以前一十大戰二十大戰 二十大戰裡面主要的機關槍 破機炮 炮袋碎片 子彈都是對戰鬥員的一個傷害 有了坦克車就百物禁忌 可是現在的反裝甲飛彈越來越多 有尖射的 有手提的 有天上打的 有直升機的 而且再後的鋼板 它也鑽得進來 一物客一物 對 所以它這個99A號稱 世界最強也不必了 也算是個好戰車了 它好處在哪裡 它120的光塘炮 光塘炮的好處是 除了裝甲車的炮弹以外 它還可以射小型的飛彈 一樣 火箭這種東西可以出去 它口徑夠大 第二個 它重量比較輕 馬力比較大 它機動的速度就比較高 從99是75公里每小時 以前一個形式是50公里 巡航半徑也有幾百公里 夠了 在地面作戰來講 這個武器它還是有價值 但是從俄乌戰爭裡面 已經看出來 損耗率很高 因為現在反裝甲武器 越來越便宜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上次為什麼要買Apache 我多少年前就主張買Apache 或者武裝直升機 一個武裝機有兩個拍弄架 可以帶16發地獄飛彈 四個掛點 你想想看地獄火飛彈 對3000到4000公尺的坦克車 命中率96% 非常高 一架直升機出來幹 你56的坦克車 像波灣戰爭裡面就已經驗證了 這個軍人的效果 所以坦克車就相對 跟二次大戰的戰法不一樣 因為前面戰壕裡面 隨便拿一個標準飛彈 拿一個什麼飛彈 就可能造成你威脅 以前是坦克車衝在前翻 步兵跟在後面衝鋒 現在是叫步兵走在前面 所以為什麼要發展那個裝甲車 裝甲運兵車 裝甲運兵車下來 先要排除前面的反裝甲武器 坦克車才有用 所以這個東西啊 因為中國還是一個地面 這個陸軍很強大的一個國家 因為國土很大嘛 坦克車機動性好 被易损性比較少 所以它還是部隊的主要的武力了 但是我講 馬上會被下一次戰爭形態的轉變 坦克車還有沒有那麼重要 各位要知道當武器現代化科技進步以後 戰場上這個形態就不一樣 俄國戰爭看出來了 坦克車已經快要沒落了 武裝直升機被赤箏飛彈幹掉了 這個大的巡洋艦被反艦飛彈幹掉了 所以下一個 再過個十幾年 航空母艦是不是還那麼重要 所以你講的比東風17更大的殺氣 就東風17的射程有限在1500公里 那今天要威脅到關島的這個 美國航空母艦的話 那東風17可能就要用在船上發射了 那不如發展比射程更長的東風 這個就是未來 因為我講的航母慢慢快會被淘汰 因為你船上5000人的生命跟這個120億造價的航母 又貴又耗人力 又貴又人又多 你又損失不起的狀況 目標又這麼大 所以美國要出兵台灣的夢想就已經從此破滅了 曾經三四十年前想的 跟現在就不一樣 兩條航母解決了台灣的問題 那個時候中共沒有這個飛彈 那現在這個飛彈 不但在台灣海峽附近不讓你航母進來 連關島第二島鏈你都不能存活的話 你是不是要從關島還往後退 還往後退的話 你想想看 美國出兵除了口頭上講個話以外 你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出來 你陸軍能夠幾十萬陸軍 一下子飛到台灣來解決問題嗎 沒有辦法 所以你一定是航母 航母才能帶飛機過來 飛彈過來 航母艦隊才有弓箭飛彈 那你這個伯克局的也好 提克康達的重巡也好 你也是在反艦飛彈威脅之下 一顆反艦飛彈 遠比一條船要便宜太多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造成戰爭形態的改變 所以美國靠航母稱霸世界的趋勢 已經沒落了 因為現在搞反艦飛彈的不只中國大陸 台灣也有啊 只是射程的問題 精度的問題嘛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快都有嘛 大一點的國家都有嘛 所以航母已經不能像以前耀武洋衛 航母的優勢已經沒有了 在我們這個軍事家來看的話 你的沒落已經開始了 對不對 大家還在迷信那個時代就錯了 就像俄羅斯還在迷信 當年我這個裝甲部隊打你 結果克蘭不跟求生少落葉嗎 結果沒掃成啊 至極傷亡很大 所以我講戰爭形態一改變 戰局也改變